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单身的状态了 今天揭开更多内幕要告诉大家 当然来看到航空公司这一下联合航空捅到了马蜂窝 你说卖超 超卖 拉下客人早就已经天经地义天天在发生 没有想到这次这么粗暴的画面呢 全世界一致大伐 更重要给大家看到的是 你不是加码一下补偿 客人愿意下去就没事了吗 省那一两万 结果今天股票的整个市值蒸发掉了245亿台币 这下怎么得了 今天更要带您看进去的是 我们说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卖超的这种班机 你到了柜台 我告诉你 你叫做电脑劲的 别开玩笑了 早就有好几双眼睛盯着你准备要抓交替 说不定你就被盯上了 哪些人会被拉下来 今天我们通通告诉你 一开始就请蔡总 但我们来看到了联合航空 哇 这一段影片全世界为之华然 昨天大家也许看了一部分 今天有更多内幕要来告诉你 对 今下一堂呢 这个客户教育的代价有多大 多大 台币245亿 多么痛的领悟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那是一个亚裔的先生 David 他又不是恐怖分子 他受到这样的一个待遇 是个恐怖有力的行情 硬心的把他拖拉 拖拉的时候 他满眼已经见血了 甚至呢 旁边有些成哥说 人家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 甚至他又跑回去了之后 他这样 只有讲 Just kill me 你干脆杀了我吧 他们隔天就有手术 依然这个要赶回机 还受到这样的一个待遇 这是一位亚裔医师 他已经明白告诉 这个所谓的行警说 他明天有一个患者安排好要手术 结果依旧不放心 硬是强行的拉走他 刚才我们讲到一个梗 这一段一段画面被拍下来的 这个所谓的隔壁临坐的这些乘客 一边拍 一边尖叫 一边拍 一边质问 他们到底做错什么 你们这么粗暴的对待他 对 代价马上限市爆 11号联航的这个股价 最多的时候跌掉4% 市值缩水了8亿美金 就折合台币245亿 大股东巴菲特也中枪 这么痛的领悟245亿台币蒸发掉 我说当时你多2万块 多3万块 你就让他下飞机不就没事了吗 我们看一下 这个客户交易跟危机处理怎么做的 这是联航的CEO 慕里奥斯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 你看他在联合航空的脸书 我为了要重新安置这些乘客而道歉 他是对这些乘客道歉 对 老实讲 提友救火不痛不勇 但是你看 脸上流血那个人 你怎么都没有谈他 你看这个很可恶 他发信给内部员工的时候 是怎么讲 他说我们礼貌的请乘客下机 对方不宠 Cue到他了 然后此人在过程中 带来更多的混乱跟好斗 厉害啊 就是这样的形容 混乱好斗 你把一个满脸被你们打的 被你们拖拉的鲜血直流的人 说成他好斗 到底谁好斗 对 好 现在开始了 股票大跌了 对不对 是 连巴菲特 说不定都打电话给慕里奥斯 巴菲特已经赔了账面台币11亿 你害他踩到雷 这个股票跌了以后 嘴脸又不一样了 对 你看 没有人应得到这般的待遇 是 仪器有点换卵 是 然后也会改进如何处理超卖的问题 跟重新评估跟机场执法人员合作模式 那承诺这个调查报告 在11月30号以前完成 不会乎了 这个是part 2的所谓的对外声明 你前面讲了一堆空话 内部这么不堪 大家都有理性有判断 难道不会把这个外流出来 你就臭掉了 再发这一篇有什么用啊 对 所以啊 己事华人啊 最新的连林书豪都讲话 林书豪讲一个重话说 还是为联航辩护的人 辩护的人散到一边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今天就要告诉大家 旧事论事 今天这个是他已经被撩拨 变成所谓的种族歧视 我们不愿意这么快下结论 但问题是 如果旧事论事 一个超卖 一个强行拖拉 那依法或者是依赔偿 今天有很多有用的资讯要告诉大家 对 这个航空业以科为尊 而且事关了大家的安全 你看很多的网友就开始哭手了 我们超受了 志愿改签者可以收到免咒券 你要逃打的吗 是 还有你看 最新安全的指引 以为应付被基主人员殴打 请跟随以上的作法 你看头要抱好 头要抱好 这个是面对乱流的时候 你要怎么自我保护 其实是 并且怕被打 甚至你抱这个baby 你要让他照顾好 还有这个友善天空 是联航的这个slogan 现在是踢你落机 对不对 你看人都掉下来了 我的天啊 好 讲到了这个踢你落机 人掉下来的宣传影片 蔡总 我们看到了联航他们说 以科为尊 友善的飞行 过去有一支的 这个所谓的promote video 现在被拿出来 好好的哭手一番 对啊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影片里面 变成什么 乘客是被抬着 果然是被抬着 左边 左边其实几年前 他们所谓的友善飞行的 对 那个是一个欢乐的 好像当成英雄一样 还真的这次被抬得出来 这很不堪 那一段左边告诉你说 你不舒服吗 我们照顾你 就这样子把你 蹦蹦蹦蹦蹦 像推热气球推下嘴 右边呢 刚刚右边是怎么样 连拖带拉根抓猪一样 把人给抓下来 所以做错于事情以后 人家真的把你这个记恨 再过来你看 经济客戳变成什么 打架 White Club 然后呢 饥饿游戏 其实连航啊 过去的一些恶行恶状很多 几周前不是美国的少女要穿一些裤子 对 紧身裤吧 登机被季节 那个就连航 最知名是 这个是发生在2008年 有一个江南大的歌手 叫戴夫 他就搭飞机 然后名贵的吉他联航来托运 结果把人家摔坏了 托运你把名贵吉他摔烂掉 那赔啊 不赔 摔烂我的东西 不赔 联航就是不赔 不赔以后 Dave也不是省油灯 就自己编了一首歌 然后唱了一首歌 唱了这首歌还po到YouTube上面 然后就说联航你要赔我 要赔我还赔我 结果讲了几天以后 大家这个热喘 结果联航的市值股票 大跌10% 吓死人了 跌了2亿美金 就这个video各位看一下 这个就是加拿大的吉他歌手 你摔烂我的吉他 我就天天唱歌 歌词内容就是要你联航赔赔赔 结果才唱个几天股 就要给你唱下来10% 所以你说联航有没有记起教训 没有嘛 那他记不得 2008年发生过这个事情 这一次根本没有记起教训嘛 这个恶行恶状竹帆不及被宰 但是呢 镜像你一定会问 我搭飞机 我们很多观众常常搭飞机嘛 我搭飞机 假如遇到这样的一个航空公司 难道我不能不下飞机吗 这个是个很简单的想法 钱我出了 booking你接受了 票你发给我了 登机我都通过了 我好短短坐在这里 说个丑陋的 先来先赢啊 我们怎么下飞机呢 答案是还真的不能季节 美国的航空管理法师规定 你航客一旦登机 完全在机场的空置之下 他假如机主人员说 你应该离开这个飞机 你必须要离开 你不能说不 其实我有一次搭美国的飞机 我还看过 在我后面的座位 有一个人在他们喝酒 又有点闹事 美国的那个空甲空友力 两个过来就把他绑住 不知道从哪边拿出那个绳子 就把他团团绑住 绑在那个座椅上 搞这么大有必要吗 就好像我们那天看到 李在荣那个绳子 无花大绑的那个画面一样 这是美国法律的规定 可是蔡总 我进一步追问 我到底能不能不下飞机 我要坚持你跟我讲no 给我个理由啊 我为什么非得听机长的话说 你下飞机要有理由吧 这是联邦的法律 但是假如机组的决定 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话 机组也要负起法律的后果 这个是对应关系 好 那我现在就 还是回到那个部分 今天我要登机之前 你有哪一个关卡告诉我 或者是让我默认了这一条说 到时候你要听 最后是联邦法律 在你头顶哦 有吗 有 其实你在购买机票的时候 密密麻麻的文字当中 也许英文你看不见清楚 其实有一条就是同意被踢出的宣言 同意被踢宣言 假如说这个机位超慢的时候 你假如找不到足够的志愿者 志愿者先下来 我给你补偿 但是人不够 还要再拉 还要再拉 所以其他的乘客 很可能就被拒绝上机 那美国航空公司最高的补偿 是不超过1350块美金 各位听到这个地方 你一定会觉得说 密密麻麻的 那一个条文藏在哪里 蔡总说 特别我们用中文给大家归视出来 这个叫做运输合约第25条 记得这个magic number 25条就是放诸四海接准的 你直接说你搭国营的航空 你搭国际航空 都有这条 对 问题是说 我们买机票的时候 谁会去看那么仔细吗 所以现在的美国是不是在于说 我今天买机票的时候 其实这一个栏位的那一个框框 自动给你打勾 代表你买了 代表你越来过了 你已经承认了 你已经同意了 所以我觉得这次联航 真的错在哪个地方 其实旅客登机之后 你才要求那个大卫 亚裔的那个大卫 先生才要下机 这不对 应该在零贵的时候 你就要告诉人家 这个班次你不能上去 你是不是同意下来 那时候就讲 再过来就说 旅客已经拒绝了下机之后 你应该找其他的 明天人家就有手术 人命关天 你应该要找其他的人 你讲到这个部分 我打一个岔 你说为什么挑来挑去 挑到一个黄色脸孔 最后被人家上钢道 这个叫种族歧视 你捅到马逢 我算你一辈子 我们不妄下定论 但问题是 今天会挑到这一位医师 亚裔的医师 我听到一个说法 他说那是因为他们用到 比较便宜的coupon 买到了机票 上到他们的飞机 所以他把他拉下来 对 航空公司通常是这样 你的票价是比较低的 或者你是最后上飞机的人 很可能这两类人 最容易被拉下来 但是你这行警也暴力 也太离谱了 对 再过来你应该提供 我觉得最关键是这个 你提供更好的赔偿代仪 他是怎么样 他现在联航本来是400块美金 后来加到800块美金 但是 800块美金那是多少 2万多块 拿钱下飞机了 对啊 但是你为什么不最高 1350 而且联航是怎么样 我是给你50美元的贷金券 贷金券就是 你再次来打我这个飞机的时候 减掉50块 这样我误会大了 我刚才在猛算猛算 2万多 就入贷为 没有 不是现金 因为拿到一叠的抵用券 对 每次只能用一张 一年内要用完 所以难道我一年要做8次吗 我已经被打一次都不够吗 我还要被打8次吗 所以蔡总这个story 我们听到这个地方其实 我个人我就浮现两个问题 小元你不能告诉我们 你可不可以回答我的问题 两个 你passenger要搭飞机 去到远方旅行 洽工探亲 就一个萝卜一个坑 你为什么要超卖机位呢 这第一个 就算超卖机位 现在每家航空公司 每天都要发声 第二个问题就是 超卖机位 你在柜台就把我拦下来 你干嘛让我的卡棒 都已经跟着输送带上了飞机 最后还强行把我拉下来 扯下来 最后丑陋的像这样 打得五花大绑 打得头破血流 何苦来摘呢 真的是何苦 而且刚刚蔡总有提到 其实你被上飞机之后 为什么很快就被请下来 而且美情名叫做抽签 对不对 其实事实上 你的所有的一举一动 所有的行程 早就被所有的工作人员 好几十双眼睛 蹬钉着你 我们来看一下 买便宜机票 或者比较晚包到 最容易被丢包 这个只是最表面的理由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旗船航空公司 尽可能第一时间在你零贵的时候 能拦下越多越好 就拦下来 如果已经overbooking了 我不会让你上飞机 没错 可是怎么挑呢 怎么挑呢 来看一下 空姐跟我们说 挑人其实是有SOP的吧 第一个 看起来比较面善 心情比较好的 比较有机会 所以有小孩跟老人同行的 不行 团体游客也不行 单独旅行的年轻人 青少年也不行 转机的也不行 所以是谁比较有机会 通常比较年轻 行李比较轻便的年轻人的话 看起来就是空姐 锁定的那个首选 所以年轻人 两三个不能整旁 还有这个就是 比较好沟通的商务客 没错 可是大家都在赶时间 我管你年轻商务 或者是洽工旅行 这时候空姐就要来 跟你聊天误问一下问题 你今天来到上海吗 那你到上海的话 时间敢不敢 如果聊天的过程 你有机会的时候 我就直接问了 怎么问 那你要不要接受一下 我们的转机 我们可以帮你安排转机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可以提供你住宿 甚至还可以帮你升等 看你愿不愿意 很多人就因此被打动了 因为还有很多赔偿 你就看到了 可以升等的这件事情 很多人可能在这个时候心动 所以其实是有层次的 远远的我先找猎物 哪些target是我可以去靠近的 等我靠近之后 就开始询问去哪里 许晗问了 其实听到许晗问了 你根本不会觉得你想干嘛 听到后面才会问说 如果我们帮你升等 跟你安排时速的话 你愿不愿意让一个机位 做下一个班次 对 所以很多人就因此被打动 还有很多人可能隔天要出差 他听到这个消息 他也很高兴 我看我也自愿 因为我有好处可以拿 我隔天去 也不会赶到我的时间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好处 但是我们必须说 其实这些所有的东西 都是航空公司的阴谋 我们怎么讲 基本上航空公司 他如果说要把你超卖 或者是他如果控下座位来讲的话 对他来讲都是损失 但是他为什么愿意呢 因为他如果每拉下一个人的话 后面赚的是白花花的钞票 如果他每超卖一个座位的话 他可能是跟乘客来做一个豪赌 但是这豪赌的背后就是这个超卖经济学在发生了 所以说讲半天还没有讲进去 我只有闻到一种博弈的味道 他在跟乘客对赌 赌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还不要先讲对赌赌什么 基本上航空公司已经大获全胜了 为什么 因为过去这三十年来 美国航空光靠超卖 你知道他赚了多少钱吗 多少钱 他省下了一千亿的美金 相当于台币三兆 光靠超卖这两个字 但是我不懂 就是说今天如果一个萝卜一个坑 你就塞好几个位置就飞了 可是现在你讲的一份航空是 我宁可超卖 然后如果真的是over booking 那我宁可赔你一些 赔你一些 把你拉下飞机 我也不要空任何一个位置起飞就是了 没错 好 我们来帮航空公司来算一下 为什么他要超卖好了 我们先举一个假设状况 今天如果没有超卖 没有超卖情况下 一个飞机有100个机位的话 每张机票1万块 今天结果要起飞之前 只有95个乘客搭机了 另外5个人没来 来不及赶不上 那我就少赚5万块 你就少赚5万块 对不对 但是你不只少赚这5万块 这另外5个人的话 他没搭上飞机的话 他可能要转其他的飞机 因为你不是说你没搭到就取消 不像我们一般的客运的票 所以说你可能 你要赔给他让他退票的钱 要不然就是要转借他 搭其他的飞机 所以一来一往 你等于赔了10个座位 相当于10万块 是这个概念 这样我懂了 就是说如果说今天 这一个梯次的搬机你没飞上 那这5个人位置空了就飞走了 另外没搭上就下一个梯次 那这一个梯次 这已经是少赚5万了 下一个梯次你再挤5个掉 又再5万 对就10万了 这个只是一个航班 一个航空公司一天是上百个航班 所以你一天可能就赔了几千万 这是比较夸张的一个说法 另外好我们就举另外一个假设好了 今天如果有超卖的情况之下 就不一定了 他今天有超卖 比如说我多超卖5个 我航空公司机票我便宜一点卖好了 反正便宜一点卖我也赚 对不对 好今天如果假设这5个人没来 你这多卖的5个人补进去了 我是不是皆大欢喜 我赌对了 好就算我没有赌对好不好 我可能少了两三个人来 我帮你补偿这个钱了不起什么 我就是打拼而已我也不会赔 那我当然也有好处了 而且你给他的是什么 你给他的如果像刚刚我们看到 联行那个消息 你给他coupon券 coupon券还分批一年只能用一张 那怎么算都赢 没错 所以说其实航空公司早就已经 帮他打好算盘 可是其实不一定要把人都给拉下来 其实大家除了拉下来之后 还有另外一方的叫什么 就是升等 很多人都很想要升等 但是航空公司真的很不想 让这些人给升等 为什么 你的意思说今天我一架飞机 因为它有分舱等 前面是business class 后面是economy class 那这边已经over booking了 那怎么办 塞满满的总要人 如果这边有空位 不是拉下来就是有空位拉过去 那这个就要 刚刚是抓交替 衰得要被抓下来 现在是找福星往前面升等 升等你以为很简单 升等你看 商务舱跟一般经济舱的机票 至少就差了一倍 而且你搭这个商务舱吃的是什么 哇 你看有陶瓷盘 有牛排 有酒 经济舱都是这些塑胶餐具 等级差很多 而且你脚可以升值 多舒服 所以很多人都想要升等 我告诉你 有一年我从温哥华去玩 玩回来 我那一年真的运气超好 我去买到那个累积里程 然后投轮舱空的 我一辈子就做那么一次 我告诉你 坐回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疼 他还问说 探亲还识功 看了这个白晨 让我们不能识功 好 做得很宽松 很开心 结果呢 开始叫我们系好安全带的时候 我发现旁边都坐满满的 都是从后面升等上来的 对啊 可是其实升等的话 真的不是这么容易 像我自己也常常搭飞机 我大概一个月平均搭一次 以我的经验来讲 我用很多的配方 我平均升等的机率高达三成 我就来教大家怎么升等 好 我来教我看看 怎么样被挑起来当夫妻 你第一个动作的话 一定要像我这样微笑 微笑 你要跟贵姐聊天的时候 就有话聊了 贵姐总不可能跟一个脸 操槽的人去聊天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重点就来了 如果你要得很开心的话 贵姐可能就会问你说 一个人吗 你这把谁打我 一个人吗 还有这样子的 这搭讪吗 不是在搭讪 其实你听到这句话后 或许你就有升等的机会了 因为他有可能在帮你瞧机位 但是我去的时候 通常都是两个情况 第一个 今天时间特别早 我可能提早三个小时就去报到 要不然就是快要登机前40分钟 倒数的时候我才会去报到 为什么 因为这时候的话 可能他有空的机会 或者是后面机会比较空的时候 或者是他超迈的时候 他才有可能把你从后面往前拉 你如果说在正常的时间 两个小时里面去排队的话 大家都在排队 他根本就不会帮你去用这个部分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刚刚有提到 就算你有booking位置 可是你太晚到了 他几乎要关舱的那个时间点 你一定是第一个被拉下来 可是现在不一样 如果以升等来讲 你在最后一刻 跑到终点线的时候 你反而有机会被升等 对 没错 你就是因为最后 刚好前面有座位 如果你把人家拉下来的话 我要再赔偿你 那是最差的情况 所以你有机会被升等的情况下 还会再看你全身的这个打扮 为什么 第一位 你有没有行李 如果像我的话 通常都是一个背包 我没有其他的行李就要送过去了 他就不用再花心思再另外再帮你挂其他行李了 另外你最好像这样 穿得像商务客 为什么 基本上你去搭商务商 居然跟你这样提到 你觉得我们两个街上的穿丑 应该是符合商务客 OK 像这样的 刚才比较休闲的这个打扮 卡帮不能太多 对 不能劳烦人家太多 没错 因为你去搭商务客 你花少少的钱 你旁边的人花了很多的钱 你要让他发现 你花少少的钱 跟他一样讲到这样的服务吗 他会很不高兴 所以基本上航空公司也会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那个时候坐在这个上面 我发现一堆人开始热闹起来的时候 心里是有一点低估的 搞什么 后来都知道是升等上来的 没错 所以这时候要低调再低调 但是你要在升等 要有机会一件事情千万不要做 你不要直接去跟贵姐说 不好意思 我可以免费升等吗 用土的不行 不错 贵姐就会跟你说 不好意思 你可能要自己付钱了 我已经看穿你的意图了 所以其实还蛮极端的 要嘛直接把你从经济舱拉下来 要嘛你晚一点点到 你有机会从经济舱被升等到商务舱去 对 所以说你可能 升等觉得赚到对不对 再跟大家讲一件 让你觉得你可能买不到 你很羡慕的一件事情 其实航空公司有一个潜规则 他有卖一个一般人买不到的票 叫什么 叫做乞丐票 基本上航空公司有给员工跟眷属 非常优惠的机票 它的价格最低一折 所以开始起跳 所以非常非常便宜 所以很多的员工跟眷属 都去买这样的票 但是坏处是什么 你一定要得到 航空公司有空的座位 你才可以上去搭 今天有满的情况之下 可能你就没办法搭 或是请你下来 这是一个缺点 还有另外一个缺点 你的衣服也不能随便乱穿 你知道吗 就是有人 有人买这个员工票 就他衣服乱穿 他穿什么你知道 什么 他穿内衣内裤就直接去搭机 因为他要搭十几个小子 他觉得轻松一点 那有什么关系 我爱穿什么你爱得着吗 但是发生了一件事情 马上也被请下来 就算我不是员工 我是员工家属也不行 不行 因为你买了这个员工票 你就被请下来 为什么 因为我跟讲 不止这个内衣内裤 你连牛彩裤什么都不能穿 因为他说 简单一个理由 就是你这样子会妨碍 我公司的形象 所以当你觉得说 你拿这个一则票 大家都说乞丐票 我穿男人骨穿得很宽松 不是更符合乞丐票的 这个名声形容吗 不行 这个有形象问题 好 谢谢小元 今天在新闻网现场 我们会大家邀请到 是前任的空服员又荣 欢迎又荣来 又荣要来跟我们谈一谈 满腹苦水 为什么 我们就在讲说 这个叫做超卖 超卖是柜台的事 是航空公司的事情 结果怒火 谁要去应对 是空服员要去应对 一肚子苦水 来 又荣来跟我们说说看 遇过哪一些奥客的一个情况 还没退役之前 就会飞大陆线 可是我们飞的都是三线城市 所以有些 那个爷爷奶奶大神大伯 他们可能这辈子 没有来过宝岛 所以他可能没有上厕所 或是扣安全带的这个习惯 然后上厕所可能 就是门是开的 然后他会穿卫生裤 然后再加上裤子 但是他会选择走出来以后 再把它放进去 然后你就会看到 手上都还是排泄物 他没有用卫生纸擦 然后他就抹在我们的客厂上 这样一排 那你怎么处理 你看到你怎么处理 我们落地后就只好 请清仓人员来处理 但是整个客厂的循环 空气都是那个味道 对 就是蛮难受的 你还遇过什么样的 那还有一个也是 因为其实我觉得 大人怎么做小孩子就会看 那小朋友嘛 因为他们大陆很疼小孩 不知道是因为生的比较少 还怎么样 然后小朋友就想上厕所 妈妈 我要上厕所这样 然后呢 就请他到厕所去 他说不了 不用了 那我们家的那个 以前 你去送主要厕所是一个脆盘 但是现在我们家是用纸盒 他就把纸盒直接搭在盒子上面 然后再走到上 然后我就说 请问你在干嘛 然后我说 你要不要去厕所处理 他说别了 别了 没事 然后盖起来就给我 说帮我处理掉 餐盒上面就是一坨大便 这是真的 我还以为 这个是久久再一次 比方说旅行团 我劝不听另外一个主员 再去跟客厂回报 我就非常的夸张 而且爸妈就直接这样坐 然后厕所就在前面 他两间是空的 他都不进去 当然 我们讲到所谓的 这个奥客 不会是只有大陆的旅客 各国都有 那还有 听说吃饭的时候 也给你出过很难的考题 会 因为其实有些乘客 他希望在飞行的过程 不需要被打扰到 那我这边就是刚好有同事 主员他在送咖啡茶或水的时候 因为可能有人位置是坐靠窗 然后睡觉的这个是靠走道 A或B 那我要送这个热的咖啡跟水 我要送到A靠窗的位置 中间可能一个乱流 不小心水滴到了靠走道的 一滴 烫到了醒来 生气把整盘全部打翻 站起来说 你打扰到我睡眠了 你要不要道歉 他把那个盘子掀了 掀掉的是他 然后他要你道歉 对 就是整盘 整盘 对 然后打翻的时候 是在我们主员的旗袍上面 全部都是饮料 那你同事怎么处理他 因为那个时候 同事已经跟他说 真的很抱歉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可是因为他可能有起床期 还怎么样 他太生气了 他没有办法控制他情绪 然后不管 其他就是打翻那个脆盘 然后直接都是往身上倒 我最好奇的是 受了这个气之后 你们不是那个帘子拉起来 有那个小厨房吗 你们窝在那边几个女生 我们当下会再给你 帘子拉起来 觉得很委屈 委屈 有没有咒骂 就是会 但是你只能 你只能回家 Facebook 或是回到公司 对 怎么这样子 对 可是平常 我们出去 帘子拉开没事 好 谢谢佑蓉跟我们分享 真的是 飞机上看到形形色色 再来看到今天的火线话题 明乐要带我们来看到 是今天一周刊 到现在都还在发烧 延烧的一个话题 我们看到王文阳 跟呂安妮 这一对恋人 分手了 哇 我们错过什么了吗 好 这是周刊今天最新的内幕报道 当然大家看到是蛮惊讶的 可是其实 这在名人圈 似乎早就已经传开了 因为似乎这两年 王文阳出入各大的场所旁边 都没有看到呂安妮 但是在前面几年 她出入一些餐会 或一些重要场合 呂安妮都是在她的身边 甚至是公开以夫人的姿态露面 那周刊室报道说 现在呂安妮其实早就已经搬离了 王文阳的玉智院的豪宅 那其实玉智院算是王文阳家的大本营 他在这里就有五户的房产 其中有两户 是登记在这个呂安妮的名下 那其他是由她的子女分别所持有 可是呢 这个因为今年初 在一场这个尾牙的餐会当中 王文阳跟很多的朋友聚在一起聚餐 结果呢 这场餐会 呂安妮她也是没有现身 而且在九过三旬之后 王文阳酒汗耳热不知道怎么 就突然跟大家说 我现在单身喔 所以大家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女朋友 你开玩笑的吧 当时大家都哈哈哈哈 以为她在开玩笑 大家都跟你一样 以为她在开玩笑 所以听完就算了 结果后来竟然呢 就被这个周刊追踪到 确实他们两个已经没有住在一起了 他们最近呢 确实有为了这个 王文阳跟呂安妮所生的这个小儿子 王全力 两个人有碰面 可是呢 两个人呢 碰面之后呢 从餐厅走出来 好像陌生人一样 完全没有交谈 而且两个人是各上一部车 就分到扬镳了 你的意思说 他们搭不同车 各自回到不同的地方 是 可是你不是说 玉智院他明明有两户在这个地方 干嘛不住一起呢 这就是蛮吊诡的地方 也是搭在查的地方 那到底为什么会没有住在一起呢 其实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 王文阳是特别委托了公关出来替他澄清 你很少看到这个大人物 他是不是单身的状态 是 就这个部分要澄清 还要由公关出来帮他澄清 我现在是单身 王文阳本人没有出现 但是公关开了两分钟的快闪记者会 这个记者会开完 大家是越听越模糊 是 这公关怎么说呢 公关再三的强调 他们两个没有住在一起 何来分居之说呢 公关说呢 他们两个从2003年到现在 都没有住在一起 所以我们误会大了 我们真是误会大了 所以 因为我们起初想当然而言 你们一定是在一起的 一直以为他们两个都还住在玉智院 就才有分居的传闻 对 但是公关今天早上的说法是 2003年 他们就没有住在一起 所以何来分居之说 而且公关又讲了个更吊诡的话 他说从2007年以后 王文阳总裁一直到现在 都处在单身的状态 那就到底是表示 他是身份证上的单身 还是两个人从2007年 就已经分手了呢 这更多的细节公关 就完全不愿意透露 可是外界当然就来开始推测了 因为周刊也有报导说 这个吕安妮 他搬出玉智院的时间点 恰好就是王思涵 出国念书回来搬进去 你说王文阳最疼爱这个女儿 王思涵最疼爱 他跟这个原配 是 原配陳静雯所生的这个女儿 他们两个呢 甚至到现在 王思涵都已经结婚了 他们两个都还会手牵手 爸爸跟女儿一起去逛街 妇女情深 你不懂啦 但是我懂的是 这个女儿铁定对于这个 后来被外界认为是 介入他们家庭的 吕安妮是相当的不谅解 因为根据周刊的报导 这个王思涵搬进玉智院之后 没有多久 吕安妮就搬走了 那王文阳他其实呢 我们过去常常去采访他 之前跑这个 王文阳的采访路线的时候 我们记者都有一个默契 就是你可以问他很多的议题 你可以问他家族增产的议题 你可以问他对他爸爸的想法 你甚至可以问他政治 但是唯独他的死穴就是 绝口不谈吕安妮 其实在2009年到2012年 王文阳很多次 他都带着吕安妮公开出席各大场合 但是他就是不愿意跟记者谈 吕安妮现在在王家 到底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这个地方 其实有一点让大家觉得 吊诡的是 今天袁佩夫人已经过世 然后现在他跟吕安妮 没有什么好不能说的 可是你说后来去拍摄的时候 你几乎不太可能他看到 在镜头前两个人成双入对的画面 如果有 也几乎都是被远远的狗仔 或者是埋伏 头拍拍下来的 是 为什么呢 我想背后主要原因 还是王文阳 他要考量到 他原配子女的感受 因为他非常疼爱王思汗 这大家都知道 是 那据了解 而且在2010年王全人 也是他跟原配 陈静雯所生的儿子 2010年王全人结婚的时候 这个吕安妮是有公开出席的 他没有坐在主桌 他是坐在旁边 跟其他的宾客 坐在一起 当时呢 其实陈静雯已经过世了 但是吕安妮仍然没有办法 以女主人的姿态 去参加这个王全人 第一次结婚的婚宴 所以当时大家就在想说 你到底什么时候 要让吕安妮扶正呢 因为其实2007年的时候 陈静雯就因为胃癌过世了 所以后来市场一直 一直有人在传说 他们两个人 是不是已经去登记了 但是王文阳 后来怎么跟记者说呢 有了这一次的婚约之后 我此生已经下到了 我绝对不会再签 任何一张婚姻的契约书 各位 2007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分水岭 是 这一年也就是今天 王文阳公司记者会说 他单身的那一年 对 这一年也是原配夫人 陈静雯过世那一年 这一年也是他接受访问 他说我再也不敢去要 第二张婚约的 婚姻的契约 对 所以2007年之后 他跟吕安妮 又是怎么样的关系呢 等一下回来 明乐说给你听 说到王文阳跟吕安妮的 这一段22年的感情 我们真的要不得不承认 王文阳对孩子真是疼 特别是王权利 他跟吕安妮的这个儿子 小儿子 今天算来应该十八四十九岁了 其实王权利 他这几年也是被王文阳送出国去 让他在国外可以深造 他对这个小儿子 跟吕安妮唯一的孩子 是非常非常的疼 那因为王权利 从小就很有音乐细胞 所以王文阳甚至是不惜砸下重金 让他去学拉大提琴 他之前甚至还跟朋友说 我现在好怕儿子跟我要礼物 因为儿子要的礼物都很昂贵 王文阳之前曾经砸下 五千万台币 买世界三大民情之一的大提琴 就是为了要让这个小儿子 王权利可以好好发挥他的音乐专才 所以富三代学琴 学的是五千万的世界民情 可见一般一把提琴 你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父子之间的那种 很亲密的连结 不过再来看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 这个是跟他的下一代 而他跟他的上一代 王永庆呢 哇那真是情绪精烈 延到世界出名的 我觉得王文阳他对他的子女儿 这么的有亲和力 这么的疼爱 甚至可以说是溺爱 他也有一点点是补偿的心理 爸爸没有对我的那种 因为他从小 从王永庆这边 没有得到这么温柔慈祥的父爱 王永庆是 对他是非常严格的教育 王文阳国小毕业之后 王永庆就把他送到英国去当小留学生 英国大学毕业之后 又马上把他送到 美国的台数的美国企业 这边去做历练 各单位轮流一遍 那有一年 那时候王文阳 他还在美国的台数这边 从基层做起 所以你现在讲到了 这个脉络 小小留学生 先到英国去拿到了漂亮的学位 而且那年你说他才26岁 英国三大四大五大 知名学府之一的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博士 有够厉害 然后再送到 现在你讲的美国历练 这个脉络 几乎就是他培养这些 继承者们既定的脉络 是他把他的子女 通通都是送到国外去念书 不管是大房 不管是二房的几个子女 还是三房 通通送到国外去留学 当然因此 跟王永庆 爸爸之间的相处时间 就会少了很多 那偶尔王永庆 去美国台数 视察的时候 王永洋就特别开了 好几个小时的车 去跟爸爸见面 结果呢 爸爸第一句话 问他是什么 不是问他 你最近过得好不好 工作会不会很辛苦 而是问他 生产一公顿的VCM 需要多少的乙烯 多少的氯气 问他一见面 就问这么专业的问题 老爹 我这么久没跟你见面 我们也先修补一下 父子之间的 父子感情吧 結果一见面 就问这个 先震撼教育 有没有这个 基本的产业概念 有没有基本的成本概念 可是那时候 王永洋才刚拿到 他叫学位 他是这个化工博士 他对于成本 还没有那么办法 清楚地掌握跟了解 一下语色回答不出来 结果王永津 就在这个饭店的咖啡厅里面 当着王文洋 跟当时新婚妻子 陈静雯的面 大声地指责他 在场所有的台数主管 听了都冒冷汗 其他旁边坐隔壁桌的 也都纷纷侧目 让这个王文洋也觉得 非常尴尬 好不容易跟老爸见了一面 竟然一开口 就给他来个大考试 一个咖啡厅的这个视角 你就看到那个 岩父啊 跟儿子之间 我要培养你 当头号的接班人 对不起 不要怪我对你太危险 我一定要这么样训练你 不过 我们也进一步要来看看 进入王文洋的生命 其实 他自己愿不愿意 或者 他生命有更多的 你说诱惑也好 或者挑战也好 其实也蛮大的耶 王永津真的对这个儿子 是爱之深 责之切 因为他从小就把他当成是一个 王子接班人 这样来培育上来 那其实台素集团所有的老陈 一路以来都是王文洋 是未来唯一的接班人 直到1995年 他遇到了吕安妮 那个时候呢 王文洋在台大担任教授 吕安妮是他唯一的论文的指导学生 所以他对吕安妮的论文指导 非常的用心 结果呢 后来两个人竟然就擦出了 私生恋的恋曲 当年在整个台湾社会是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个事情没有多久也传到了王永庆的耳里 一开始呢 王永庆对吕安妮 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 甚至还说 可以送他出国去念书 可是呢 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 吕安妮所写的二十几页的万言书 这份万言书里面写到 吕安妮这二十几页的万言书呢 后来王永庆就马上在当天 拿给了那个时候王永庆的原配 陈静雯看 陈静雯看了 马上就在这个王永庆的面前 开始哭了起来 她说这个万言书的内容 就是前几天王永庆跟吕安妮 在通话的时候所谈到的内容 王永庆一听啊 勃然大怒 她认为吕安妮这个学生 怎么年纪轻轻 好像就心计很深 所以这件事情 一个不够低调的吕安妮 惹毛了王永庆老先生 这一点蔡总在那个年代 其实记忆还很深刻对不对 1995年对台硕的股价 是一场大风暴 因为六清是在前一年 1990年动工 所以整个台硕极短的业绩 还没有起来 但发生这个惠太子的事件 股票那一年台硕从70块 一路的腰斩跌到37块 当然年底还有台海危机 所以当时台硕的股票 有几十万名的股东 所以那一次影响非常大 所以那一次大家会 就把这个东西的绝半分子 归咎到说都是你 你把这个不只是你自己的问题 还把上一代的那样的恩恩怨怨 通通纠结扯进来了 所以后来王永庆他就 为了拯救台数集团 只好痛下心把这个王子 把这个儿子给废掉 写了名片给台数的老陈 那老陈也是掉着眼泪 跟王文阳说对不起 你爸爸要你走我也没有办法 事实上我们在这个地方 讲到了王文阳的心声 他其实在那个年代接受媒体 他也澄清一件事情 他说我会离开台数 跟吕安妮没有关系 纯粹是因为 最疼他的这个阿嬷 离开之后他觉得 他也一步一步要离开这个团队 这个是王文阳的说法 好 谢谢明乐给我们看到今天 这是石破天惊的这一则新闻 再来我们要关心今天的房市了 我们请燕蒂带我们来看到 豪宅有风 今天最重磅的消息就是 地宝跌破了200万的地板了 好 燕蒂来告诉我们 在这一股风的背后看见什么 对 不过我们先讲 房市到底落底了没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高资产主的一个动作 最近好多企业大佬出手了 包括台积电董事长张宗萌先生 他买的是大瓷的西华富邦 那去年的平均成交的一个均价 是落在1平149万 其实跟历史的一个高价 他一瓶290万比较前 其实是腰斩的一个价格 所以大家都说 Morris没有买贵 好 那另外一位重量级的原物 何硕董事长童子贤先生 今年二月也买了贴母的 黃翔贴母 他买的总价是1.84亿元 平均每一瓶是115.7万 他超爱贴母的 他总共在贴母买了十间豪宅 但重点是在于这个价格115万 怎么说 大家都说 彤先生 你真的是豪宅的救星 因为去年 天母豪宅有一件成交案 不過他的价格是99万 换句话说 彤董 你把价格给垫上去了 我们看到99万 又是一个心理关卡 跌破了百万俱乐部之后 他又把它拉回来 这个对豪宅的买性来讲 其实很有稳定均心的效果 对 没错 不过就像俊湘刚刚说的 豪宅的后市到底怎么看呢 今天的这个地保的法拍户 非常非常的重要 今天进行三拍 相较于一拍的底价3.31亿 换算每一瓶是高达300万元 三拍的时候 今天的价格只剩一瓶是180万左右 等于是便宜很多 好 那今天法拍的这一户 是在一栋13楼 底价是2.1亿元 拆掉车位之后 一瓶是179万 刚刚提到的 其实跟你跟 跟当时的一个高价290万 比打折 穿在下来 等于是打6折的一个情况 这个事情 过去有一个转折 他当时要进入三拍的时候 还临时把案子抽回来 为什么 大家就要想说 是不是用时间换取空间 为什么 开始邻居 或者是找那些 口袋深的金主来护盘 不能让他轻轻松松的 就进入了三拍 三拍啪 跌破了200万 结果这件事今天发生了 对 没错 而且大家都觉得说 这是六折的一个价格 应该很多人去抢 结果 不好意思 没有 只有三组人马来投标 而且现场真的是媒体记者 还比较多 结果经过比价之后 最后这个是一个离子代表 富翼投资公司得标 它的价格是2.2亿 那拆算下来 它一瓶的单价是188万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 怎么说呢 因为像是台湾房屋的发言人就说 你跌破了200万 对地保的住户影响非常非常大 表示你价格没得撑 我们当好朋友 住商的这个企业是主任徐嘉欣 嘉欣也说 因此这个价格对于屋龄比较高 而且曾经占向200万大观的 一个中古豪宅来说 极有可能会产生价格下修的一个效应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 当地保豪宅 终究法拍三拍拍出了200万以下的这个成绩 来 斯文你怎么看 各位记不记得 之前不是有什么 户盘说啦 台商回流啦 肥咖来来买啦 当然之前央行总裁已经巴脸说 那些钱都没有进台湾的房地产 也没有做 所以这一件非常的重要 是因为各位有没有看到一个数字 六折 又是一个六折 根本就是台北 就以后就是跟高点比起来 通通是六折 人家才愿意出手的一个价格 那我们讲说 那之前呢 前几年怎么办 比如说地保前 之前有巴比的房子 大概成交270 280 那些人全部吐血到死 因为呢 这一件才188 代表说豪宅的价格已经崩盘掉 崩到现在180 还有得崩 那你说刚刚燕尼讲说 什么Morris买豪宅啦 什么那个合作 那有些 比如说Morris买豪宅 那是因为旧换星 他的地景实在太老了 要换一件新房子而已 就这样 可是各位要记住 豪宅 买豪宅的人 他有些是 比如说他要移转税用 因为房子是用平地限制 来转给下一代 那是最好用的方式 还可以分年赠余 那有些是那种为了邻居 比如说像地保 邻居可以这样子 很好用这样 所以今天188 这个数字是代表说 今天台北市房价是全面下销 因为今天台北市政府 也出了一个数字 台北市平均价格只剩49万多 好 我们看到了 是会刚cue到了 一般人买得起的 刚刚讲了那么多云端的豪宅 刚刚在上面抵袋 进一步叶老师就要来 跟我们来看一看 一般小资族 一般的家庭 你能买得起 能负担得起的房子 今天这个主角是在 徐小姐在台中 炒物到最好的地方 看上了两间房 不知道要怎么出家 怎么画帕拉肯 来 老师 是 徐小姐把她的旧房子 在去年很幸运的状况下 把它卖掉 因为她要换屋 那换屋之后 就在台中所谓科博馆 綠原道附近在看房子 那看上了两间房子 在一栋大楼 在科博馆这个 就那附近的一栋大楼 26层楼 大概屋里目前五年 她看到了 她问我说 叶老师 我买房子 请问这五个 未来性 交通 社区质感 以及生活便利性跟建材 到底哪一个priority 是最优先的 都很重要啊 我一看 这专业的啊 对 好专业啊 我要讲生活便利性 那未来性呢 未来性不重要吗 重要啊 那交通 第一个 那生活便利性不重要 我告诉你 不行 你今天来的新闻王 你一定要给一个答案 我告诉你 她讲的都对 这全部 她比我还专业 未来性当然最重要 谁愿意买一个 未来会跌的房子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当然其次就是生活便利性 那草务道就不用讲了 这个交通 建材 质感 都已经没问题了 所以这五个买屋的重大指标 不能偏费任何一个 今天他看到两个物件 老师带我们看进去 他看了两间房子 他问我说 这两间可不可以买 到底要怎么出价 我们来看看 他看了哪里的房子 第一间呢 总价是2980 是 登记的屏数呢 是93.64平 这是呢 四房的一个房子 对 这栋大楼 各位看到 它是26楼的8楼 对 那这个房子呢 你单看它 我们来看看它的细部的内向 是 这个主间屋40平 阳台8平 雨泽1.98平 他说 老师 那车位是防空避难室 加车位15.5平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 单看一间 看不出任何问题 是 我们再来看第二间 对 他说老师这间可不可以买 这间呢 77平 2280万 对 然后呢 它是三房的 我也够用 是 同一栋大楼一样是 26楼的11楼 对 各位记得刚刚 那间90几平的 雨泽几平 4平多 我们倒回来看 所以相对的 这个雨泽占用的面积 就大得多了 是啊 对 77平反而雨泽比较大 是 但是请问 当初他买的时候 有没有算 有没有计价 没计价 可是现在他要计价 所以当我买回这个雨泽 占了这个大多数的面积的话 那我就买好 是啊 所以真的要买第一户吗 不要这么快下结论 等一下叶老师告诉我们 他怎么给这位徐小姐 最衷心的建议 来到台中草务道 要挑一间好房子 这个雨泽有没有搞 到底要挑哪一户 二选一 是 因为这样子 我觉得以他的需求 他三房够 四房都够的话 那如果是我来看的话 雨泽四瓶多 一瓶如果开价三十几万 这里就要多花一百二十几万 是 你吞得下去吗 如果你吞不下去 就不要考虑这一间 对 但是你回到刚刚那一间 又2980 好 这一户 总价要这么高 是 你觉得合不合一 他就问我了 接下来问第二个问题了 老师 那这棟大楼在台中当地 台中很重视品牌 价格够便宜会不会买 老师 还是会 好 那我们就来谈价格 我们就来谈价格 这个建商本身的竞争力 是不足的 但是如果单价够低的话 就买了 OK 怎么出价 这个呢 昨天我们是不是讲过 如果是103年的实价登陆的 打八折 是 所以你回去查 查这个当初实价登陆 103年的时候 卖多少钱 在比对现在 正在上市超过10户以上 最终大楼超过10户以上再卖 所以103年打八折 103年大概25万 26万 你把它打八折下去 大概是多少 103年的成家价是25 26万 20万一平 25 26 打八折 是不是20万一平 20万一平 你应该知道我要告诉你出多少钱了 所以再等20万去乘以93